手机前置摄像头模糊 怎么清理 首先 确认一下是不是开启了不得了的美颜滤镜 从而导致图像模糊或失真 然后再排除其他问题 大家好啊 我是喵科大叔 手机前置摄像头 有时候确实会因为滤镜问题而显得很模糊 可以先在相机设置中找到美颜选项 将其关闭 同时可以尝试调整光线 角度和距离 如果前置摄像头不支持对焦 建议在25厘米至50厘米的范围内进行拍摄 如果还是觉得很模糊 可以尝试以下操作 一尝试使用第三方向机应用来拍照 看是否还模糊 这样可以明确是硬件还是软件问题 二如果是硬件问题 可以清洁并检查摄像头 用柔软的清洁布擦拭镜头 去掉灰尘指纹或污垢 然后查看摄像头是否被贴膜 保护壳或其他物品遮挡 最后观察镜头上是否有划痕 组件是否有松动等物理损坏 硬件问题无法解决的情况下 需要找手机官方或专业维修人员来帮忙 三如果是软件问题 则可以尝试更新或重启相机应用 有时候摄像头问题 可能是由于软件故障引起的 将相机应用程序到最新版本 关闭并重新启动相机应用程序 或关机重启以消除临时故障 关注我 带你了解更多实用数码科技小贴士